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再有同事 虽然没有领导 但也没有菜鸟来给我打下手 当然 我还有我的老师 我还有我的朋友 以及我的成人同修 有的时候我在想 他们会不会也有人在从事传统文化的事情 他们会不会在某些方面 比我做得更好 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呢 哎呀 哎呀 大家千万不要关视频 不要 虽然我打断了大家这样美好的画面 你们是不是觉得那里出了问题 对的 就是我这副眼镜有问题 我把它拿下来 你看 哎呀 是不是马上就和谐一点了 今天呢 在我身后就是这一个以旗袍为主的这样一个艺术沙龙的主办地 有秋名书屋的创始人李燕老师 还有我 以及我的几位朋友一起帮助 有盆景啊 甜品啊 主要是为了让这次旗袍展办的更好 其实你会发现我其实平时天热了拿一把扇子拿来说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我倒是觉得不太会 包括旗袍一些很传统的东西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可以离我们很近 当然也可以离我们很远 有那么远 那么远都会看不到我那么远 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觉得是它的搭配 大家对它的了解 或者是它的一些内涵方面的精气神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呢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了解一下旗袍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欢迎来到九度邀你了解书 上海昨天还在下雨的 今天就天气还不错 它选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安静的 马上到了 哎呀 就在我的身后 看到没有 真的 要不是我这个节目 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地方 以后要了解一些魔都的什么传统活动 要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好吧 我现在要进去了 哎呀 好的 我已经马不停蹄的直奔这个沙龙现场 你在今天这样一个女性场合比较多的活动中呢 哎 盆景取代了我们平时理解上可能插花会出现在这个场景 那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雅致 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布置 那在我身边呢 就是今天所有盆景的主理人 张一群 张老师 他也是佳音堂的堂主 佳音堂的创办人 大家好 我简单介绍一下盆景的品种 今天我带来左 左手边的是一盆腐蚀的狼鱼盆景 这样一盆盆栽的话 它等于是既能欣赏石头 又能欣赏这个盆景的一个树木 它表现树木的一种坚真不屈 然后在一种严酷的环境下面生长 体现一种自然美 在这个场合中 盆景与书画和我们起跑 共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 今天的这个甜品大家看到了 很喜欢 你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你的制作的想法 主题是旗袍 就是一个比较中式的元素 然后当然我也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过现在就是可能一些西式的点心 然后大家接受度比较高 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两个做一些融合 然后做一些创新的一些甜点 比如说像我们大家可能觉得旗袍 它的非常明显的一个标记 就是它的一个盘扣 所以我就在马德林的蛋糕上 那是一个非常纯稀式的一个甜点 在上面做一些绘画 然后把那个我们传统的盘扣给画上去 然后以体现出我们的旗袍的一些元素 排访一下盛老师 你办这个活动的初衷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旗袍离我们很远 然后它可能不那么贴近生活 然后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在审美或各方面 我会觉得说好像离我的差距有那么一点点 我想把我认为就是好看的旗袍 就是推荐给大家去做设计 然后让就是我觉得可以日常可以穿着 因为其实服饰一定是要服务于人的嘛 那是不是旗袍只能是比较瘦的人穿 那其实就是在旗袍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版型 和你挑对就是适合你的款式 就是每个人其实就是瘦的 有穿出瘦的那个味道 那像一些丰满一点 它就会有另外一种韵味了 旗袍你就是来源于生活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的像刚刚一些甜品 对吧 像盆栽或者是什么的这些 其实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们营造了这个环境 其实会让别人觉得说 原来其实这些都是生活的 旗袍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我一进来就看到九度两个字 然后再看看这个字形 我想大概是九度老师 因为九度三人 这个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然后看了他不少的小视频 然后我女儿也很喜欢书法 那九度三人在这个微信的群里面 也有很多分享一些书法的 如何去分析他的好坏啊 然后怎么去领铁 所以呢就是近来还蛮激动的说 哎呀 这下碰到了真人了 起跑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跟传统文化 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 是一样的 那刚才的活动你也看到了 我觉得跟现在 你看我们现在在都市 最繁华的底段 是不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呢 对不对 但是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用心的在做策划 在做设计 在做每一个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我们先前真的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所以说它不是 你随便拉一些东西放在一起 它就能够和谐的 很容易落成俗套 觉得这个东西不和谐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自画键上 还有盆景 还有甜品 还有我们的林彦老师的一个策展 真的是非常有心 那么能够把这些东西聊完 我觉得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跟大家介绍普及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如果大家有兴趣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未来我会对各个领域的老师 进行很多采访跟学习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我们的视频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